然後他來香港是早了一個月來香港做籌備的 所以那一個月我覺得很難得 因為以他的知名度 他絕對可以我們拍攝兩個星期 可能很多時候演員會給我只有10天 你自己組好他 但他是說不行 我要來早一個月 因為我要做良好的準備功夫 他要親自去看那些未殺童中心 還有要跟很多女兒 他有六個女兒一起去認識 並且我們有很多親自活動 那些都有一個安排 但你說他私底下日 off 還要去通州家公園坐 觀世的路人家 或是他不停去未殺童中心 外面去看那些隱君子的 日頭和夜晚的分別等等 全部都是他自己的執著 是真的他對自己演員的身份是很提寵 並且他對我們這部電影是真的 很... 我覺得是真的花盡他所有的力氣 希望演好林國民這個角色 但他譬如說去美殺童中心 或者剛才說深水堡 是足道理題還是關道理題 因為他可能未必那麼熟悉香港 哪些地方他可以看到他想看的一些事情 一開始是我帶他去看的 我們去了一次美殺童中心 然後那些公園我指過給他看 然後他自己每天都去 那些人都去看他 你真厲害 所以有時候你說一個演員的成功 其實真的不是一件... 僥倖 非僥倖 一定是成功非僥倖 一定是事前或是用了很多 他還是要求化了腦妝 他一定要習慣整個人的形體 自己的思想都要進入那個年紀 入那個狀態 這個是關道推薦的 那他就很走過去 坐在公園的椅子上 跟那些伯伯 那些伯伯認不出他 是不是化妝 認不出他吳康仁 是 那起碼點頭 聊聊天 他看別人抓阿棄都可以靠近一點 是呀 你融入到嘛 因為這樣真的用那個... 很厲害 但是永恩呢 永恩你跟吳康仁都有很多對手戲 有些都打的場地 肢體的接觸 是緊不緊張 還是有什麼溝通在裡面 我覺得是 也是跟關道的感覺 要很安心 爸爸導致我 因為我覺得是 我不是覺得在演戲 那一刻是 真的想打他 哈哈哈哈 那就投入了 如果是的話 因為其實打那場 其實頭幾滴是有就的 感覺到大家都很害怕受傷還是怎樣 但是爸爸就是放心 就是你相信我 之後你會很感覺到 大家都很在那個情緒上 那件事就很順利地拍攝了 我覺得是很好 我看著他 我就已經 為什麼你要這樣 為什麼你要吸毒 還要回來 還要偷我錢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覺得這部電影的所有人 大家都很知道發生什麼事 而且很認真 我覺得這個氛圍 是令到演員可以很投入 是的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 住情 天恩 總有一圈圈中你 雖然香港電影金像像將 在4月14日舉行 但是在這個日子之前 4月11日 有一部電影正式會在香港上映 這部電影可以說是我們 引頸以待 因為在4月14日的金像像獎 舉行之前 已經有數過的頒獎典禮 都已經有非常好的成績 包括在金馬裡面得到 最佳新演員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 裡面得到最佳編劇 最佳男演員 以及推薦電影 電影導演會大獎 裡面得到最佳新演員 金像獎裡面有四項提名 最佳男配角吳康仁 最佳新演員 有謝詠欣 最佳服裝造型設計 張淑萍 陳芷晴 以及新進導演竹子煙 今天當然請來金牌監製 當然有阿關錦鵬 監製而已 字編自導自演 裡面的靈魂人物 我們有竹子煙 大家好 以及飾演的是竹子煙的2007年版 沒錯 謝詠欣 Yoyo Hello Hi Hello 三位 大家好 見到三位在這裡 當然所有的問題 今天我們有很多很多 在路口裡面都想問 首先問阿關 因為阿關就是監製 當然最初的時間 為何會和紫嫣有這個合作 當然一定會是因為她的才華 也可能是因為劇本 究竟是哪些東西吸引你最重要 我覺得她比較厲害 為甚麼 我跟她 我不認識她 你是先看她的短片 我之前有看過她的短片 但就不認識她 有一天我收到一個電話 只有一個電話號碼 通常就是不認識的人 才會只認識她的電話 沒有存在電話簿 不在我的電話簿記錄 但我照聽 平時我通常都是按了電話簿記錄 一聽她自己介紹 我是竹子嫣 我有個劇本想交入去創意香港 爭取首部劇情片 我說好 你可不可以給我看劇本 很快她就把劇本給了我 連同她的短片 她有兩個短片給我看 林同學 退學了 還有在高雄拍 都有在高雄拍的邱 她都是自導自演 還有難得的是 那個短片裏面 她的對手是一個日本男演員 竹導演全程說日文對話 我說你的日文這麼厲害 她說我不是 我為了拍去學 好有客人 真的很有客人 聊天我看完她的劇本 我真的被動到 感動到 我立即回覆她 我說好 我可以來幫忙 但是這些電話 說真的 每一年裏 阿關應該很多 有很多 很多新導演都希望找阿關幫忙 都會把劇本扔過來 這劇本有多動你的 我想家庭關係其實是每一個人成長的時候 包括我自己 譬如我爸爸在我十四歲的時候就過世 我是五兄弟姊妹 我還是大兒子 跟著那些全部一級一級落下 但我媽媽雖然喪苦之痛 但她以前是家裡煮飯 洗碗 洗衣服 但竟然她晚上做了一份工作 湊大了幾個 我覺得這些未必是跟彈宇人長久的劇本一樣 但父母子女 兄弟姊妹的關係 是每個人都有一定經歷過 有些是很記得 有些是一輩子都不會不記得 你自己覺得 剛才你剛才有說 整個戲裡面的演員的湖南話 都是由你負責教 是 他們的dialet coach 你怎樣教他們呢 是大家一起上課 還是還是 各位同學 Good morning class 我講英文 還有演員的年齡層都跨得很大 對 你教的方法 我真的在暴露年紀 我自己當時是有個教學叫做寧革峰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聽過 你在我們面前說話 哈哈哈哈 我就很記得有個這樣 你負責年輕的年紀 對 我記得有個這樣的語言系統 我自創了一個就是 我如果學語言我要怎樣學 我一定是每一個字 它正確的讀音我也會讀一次 然後整體要 因為我覺得學語言 其實你每個字說得對是其詞 最重要是那個語調要相似 所以我就是生氣的情緒 如果那個對白是生氣的 我就生氣的情緒說一次 然後正經的語氣說一次 慢的說一次 所以其實不只是演員 你們任何一個人 按進去圖片 你們都可以學到湖南話 很期待 將來你將這個教材公諸於世 讓我們可以在網上學這個湖南話 你整個劇本錄一次 我是真的有湖南話的 我都一定錄好了每個演員 但最有趣的位置就是 我前陣子跟吳開人做宣傳的時候 他手機還在流這些音量 他有時聽一下歌 那麼慢音樂 聽到我空門 他會刮鬆去聽 但是他講了一句很窩心的 他就說因為他不捨得刮鬆 我覺得很甜 是 心機來的 還有這個真的可能 都是他演藝生涯裏面 一個很難忘的一頁 是 講到演員 康仁哥你稍後再講 旁邊的謝永恩 Yoyo 你跟導演的相識是因為 在旺角一個商場 是否相遇 這件事很神奇 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什麼相識呢 當時其實是我2018年的暑假 我是想找一個跟我短片 臨同我退學鳥的角色是相近年幾的演員 那我就想想最多妙齡少女出現的 一定是旺角中心 那我就跟我的副導演 我們走旺角中心 埋了很久 我們就等著妙齡少女 站在張甲鋪門口 對 越MK的店舖 我們就越站在門口 然後都問過幾個人 但也有不少人拒絕我們 但永恩 你問那個開口很重要 我現在問當事人 趙永恩 當導演和副導演走完這個時間 不是你 給你傳單 你那時候覺得他們是不是偏徒 我完全沒有想 因為那時候是我第一次去旺角 什麼話 你那時候幾歲 16歲 You are not a horse 你不是阿媽 你不是阿媽 搞什麼 You are not a horse 好喜歡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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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喜歡明白我說的 你要重複一次 我去贖馬 你為什麼那天會經過旺角 還是你第一次去旺角 就是這麼巧 因為那次是我best friend 說不要再留在家 我們出去玩 然後他就帶了我去旺中逛街 OK 就是那一次就遇到足智營導演 我記得有兩個美女走過 Hello 一定是說謊 我那天做完臉 我臉是劇烈地穿紅的 不是 你是有戴口罩 但你的眼睛都是笑得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好nice 就是這樣一出到來 為什麼他會去Cast得中 很有語言的技巧 笑話 他走過來就開始跟你說了 他說什麼呢 你有沒有興趣過來Casting 沒有都不要緊 留了電話先 然後我們就留了電話 然後我還記得去到 那時候是在演藝學院Casting 然後他說 Yoyo你下次真的要小心 他說十成都是騙人的 笑話 我就是第十成 笑話 那你的朋友那時候有沒有拉著你 就說小心啊 因為我的朋友都蠢蠢地的 笑話 笑話 不過在演藝學院做Casting 就可信性強很多 笑話 還記得那天Casting做了什麼 我記得那一場是在車子 要攬安全 但我不想回家 就是坐在這張椅子上 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但是導演說完之後 我就覺得好像有個畫面出來 笑話 我覺得很有趣 然後我就覺得很開心 好像會發生很多不同的故事 從此就愛上了演戲 或者這個挑戰 是不是 都還沒到愛 笑話 你覺得很好玩 好像是第一次去演藝 拍完到我們開鏡 他都不知道我們在拍戲 他都以為我們在拍YouTube 看見我們那些鬼 要這麼大的震場 在YouTube拍片 然後他第一天來到才知道 原來是拍戲 哇 你真是天真無邪 這位林同學很可愛 到現場才知道 不是YouTube 那次第一次拍攝 去到片場的感覺又是怎樣的呢 我是覺得 一來就是 我以為是手機 我已經到整部機 大幾十倍 哇 好可怕 然後還有很多人 就是 很多是現場才會在的工作人員 那時候就覺得 原來拍一套短片 已經要這麼多人 我覺得很神奇 還有我覺得最好玩的一點就是 你拍的那時候發生的事情 跟你鏡頭看起來是完全不同的 可能有一幕是流鼻血 然後我記得鏡頭看起來好像很輕鬆 但我的頭是要九十度彎 所以我覺得很辛苦 但是他拍出來是很有感覺的 我就覺得很可愛 很可愛 鏡頭的魔力 Yoyo有什麼特質 你看中了他 因為他真的很天真 你就是要這些 我就是要這些 因為他那個天真 我覺得他很純粹 他是沒有任何的 有任何野心 我要在鏡頭前表現出什麼演技 他沒有 他真的 因為我第一次拍他的時候 他真的很小 十六歲 我還記得他跟Kitty 另外一位演員 他們兩個就是Cast的角色 他們其實是去到開機前 都不知道自己演哪個角色 因為有林同學 還有有何志君 何志君是比較多的 所以他們兩個都不知道自己演哪一個 是真的開機前三天左右 我才定了就好 Yoyo是何志君 Kitty就是演林同學 所以他也是 我跟他說的時候 我很記得當時拍攝 基本上全部工作人員都覺得Kitty 應該做何志君 然後Yoyo應該做林同學 因為Kitty的表現是比較平穩 她也是一個很好的演員 只不過是說 對我來說 我覺得Yoyo的爆發力 在當時來說 是比我更加強烈一點 但是呢 我就打了一篇文章給她 就說你真的要努力啊 即是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大家打了一篇文 她回覆我兩個字 OK 多純粹 她很聰明 她不知道原來要打幾行給你 我剛剛很久問她 她說因為她不懂打字 她要手寫 她覺得不太懂 所以就有英文字幕 OK OK 她沒有給一篇文章 你就很聰明 對 然後我就說這個人真的很純粹 很純粹 對 很聰明 所以這次去到但願人長久的時候 再次可以記得你第一時間 要找一個青年版的自己 那個角色的時候 你就想起要找Yoyo了 其實Yoyo真是我最早定的一個演員 我一寫完劇本 我知道自己贏了這個比賽之後 我就約了她出來吃飯 我就說我有這個場劇本 因為其實我寫劇本的時候 都已經在想由Yoyo來演出 只不過是說 我怕 都說我幾年沒見 我也怕她有什麼變化 例如呢 你怕她有什麼變化 就是沒有了那種純粹 對 我怕她會有一點 你知道 開始在魔術 怎樣演戲 會不會很用力 我也怕 我就說你也是要來試鏡 然後她真的比以前更加準備好 而且眼神更加凌厲 我覺得她對於要演戲這件事 不是像之前那樣 叫我來 她真的想做好這件事 除了外形有少許轉變 她多帶了10公斤過來 多帶了10公斤 就是 我以為 我以為 來Casting的時候 純粹是那個 因為她身體很瘦 但臉就脹了兩倍 所以她會這樣來 然後我就 她跟我一樣 我也是反應了 我本身是瘦 因為 只有身是瘦 身瘦 那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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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她吃事 她啊她做事 我也是 我們也是這樣 我身是瘦 但是頭大 還有講到這一套 但願人長久 之前有很多的宣傳都看過 大家可能會 重點有少許放在吳康仁的身上 因為她的造型 還有她裏面所有的肢體動作 甚至乎氣質 她全部都演繹得很像一個 湖南人 就是那些 舉手 有引君子的場面 還有她 因為她橫跨20年的角色 都是她自己 那這個事前 是不是導演 你也有幫她 可能引導她 如何去香港哪些地方參考 或者做什麼功課 我們在 和開人的合作 我第一次的見面 其實她是有Friendly remind我 就說 你要找我這麼年輕的人 做三個年代的話 你會不會考慮 找一個五十歲的人 去演這個角色會更加好 她四十歲和六十歲 好像都比較容易揣摩到 那我內心就是 不用 我就是要你 我內心就是 多謝你的意見 但是我覺得 因為始終我是沒有一個執著 一定要幾歲幾歲 我覺得肯給我多少時間 是最重要的 因為康仁是真的一個很 我看她之前演斯卡羅 等等 譬如華登 他也不是說 譬如華登裡面 他做的角色 他自己是真的 去練Pole Dance 然後穿高針是怎樣 我看她那些學習 我覺得這個演員應該是真的很厲害的 他應該是絕對是 對我的戲的投入一定會很大 只要他能夠承諾 這是你第一人選嗎 這是我唯一人選 唯一人選 第一和唯一 因為我很少一次過想幾個 我多數是我想好這個演員 我承諾 他都不肯以後 我才會想第二個 他就是我第一個 然後我還沒開始承諾的時候 他已經很喜歡我的劇本 所以我們是一見鍾情的 對這部戲 然後他來香港 他早了一個月來香港做籌備 所以那一個月 我覺得很難得 因為以他的知名度 他絕對可以 我們拍攝兩個星期 可能很多時候演員會被 他只有十天 你自己砌好他 會這樣 但他是說不行 我要來早一個月 因為我要做良好的準備功夫 他要親自去看那些未殺童中心 還有要跟很多女兒 他有六個女兒 一起去認識 並且我們有很多親自活動 那些都有一個安排 但是你說他私底下 還要去通州家公園坐 觀察的路人家 或者是他不停去未殺童中心 外面去看那些隱君子的 日後和晚上的分別等等 全部都是他自己的執著 是真的他對自己演員的身份 是很體重 並且是他對我們這部戲 是真的很 我覺得是真的花盡他所有的力氣 希望延好林國民這個角色 嗯 但他比如說去美沙堂中心 或者剛才說深水埗 是足道理題還是關道理題 因為他可能未必那麼熟悉香港 哪些地方他可以看到他想看的事情 一開始是我帶他去看的 就是我們去了一次美沙堂中心 然後那些公園我指過給他看 然後他自己每天都去 嘩 嘩 厲害 所以 所以有時候你說一個演員的成功 其實真的不是一件 僥幸 非僥幸 一定是成功非僥幸 一定是事前或者用了很多不同 他還是要求化完他的腦妝去 是 嘩 即是你意思是day off的時候 要求化完他的腦妝去看 他一定要習慣整個人的形體 自己的思想都要進入那個年紀 入那個狀態 哦 這個是關道推薦的 對 那他不是很走過去坐在公園的椅子裡 跟那些阿伯 那些阿伯認不出他 是不是化妝 認不出他 吳康仁 是 那起碼點頭 聊聊天 他看別人抓阿伯都可以靠近一點 是呀 是呀 你融入到嘛 因為這樣真的用那個 好厲害 但是永恩呢 永恩你跟吳康仁都很多對手戲 有些都打的場面 肢體的接觸 是緊不緊張 還是有什麼溝通在裡面 我覺得是 都是跟關道的感覺 很安心 爸爸令到我 因為我覺得是 我不是覺得在演戲 就是那一刻是 真的想打他 哈哈哈哈 那現在就投入了 因為其實打那場 其實頭幾滴是有就的 感覺到大家都很害怕受傷 還是怎樣 但是爸爸就是 放心 你相信我 之後就 你會感覺到大家都很在情緒那裡 那件事就很順利地拍攝了 我覺得是很好 我看著他 我就已經 為什麼你要這樣 為什麼你要吸毒 然後還回來 你還要偷我錢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覺得是 這部電影的所有人都是 大家都很知道發生什麼事 而且很認真 我覺得這個 這個氛圍是令到演員可以很 很 很 投入 投入 是 一圈圈 為你圈眾生活娛樂大小事 馬上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 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到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商台節目重溫 加快點 按下小鈴鐺 按下大小鈴鐺 小鈴鐺